看完了问来的故事 你可能会想越是这种财富跟权力提供的小国 越容易出问题 恐怕答案并不尽然 你看看我们比较另外一个 同样在欧洲的小国地中海旁边的摩纳哥 它的面积不过才两平方公里 当然人口比问来少 而且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天然资源 既没有石油更没有天然气 不过你看看它的国民年均所得 既然高达16万美金 足足是问来的两倍 而且这国家的经济以及各方面的好评 蒸蒸日上 甚至最近还迎来了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特别去登门拜访 究竟摩纳哥又靠着什么 撑起他的经济一片天呢 地势起伏的山城 瞒布着高低不易的建筑 现代化摩天大厦旁 就是蔚蓝的壁中海 玲珑袖镇的港湾 停满大大小小游艇 汽艇在海上来回穿梭 这就是位于法国南部的摩纳哥 有钱到流油用来形容摩纳哥 真的是再贴切也不过 面积才两平方公里 约等于7.7个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 是全世界第二小的国家 总人口不过三万八千人 密度每平方公里一万九千人 则是全世界第二 国民平均所得超过16万美元 也是全球第二位 大玛丽的引擎声 在街头嚣张的嘶吼 不管是林宝尖尼 马沙拉蒂还是宝石捷 动辄上千万的超级跑车 满街自出跑 唯一的港口丽世港 以前是个小商港 而现在则挤进一堆 各式各样的豪华游艇 全都是有钱人的玩具 你知不知道 他们一直说 有两次游艇的玩具 一天你买它 一天你卖它 一天你卖它 不仅跑车和游艇密度 全世界第一 摩纳哥还有全世界 最贵的房地产奥丁塔 其中五层总面积1100平 顶楼景观公寓 拥有无敌海景 采用玛瑙 大理石等高级建材 还有独立健身房 2015年完工时 开价三亿八千七百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20亿 平均单价是全球第一高塔 杜败哈里巴塔的两倍 虽贵的让人折舌 但询问度却不低 你会看到有个人 有个人有三亿八千七百万美元 和想去栏沙 对 可能柯大人会改变她娘 然后她不喜欢海洋 她说我只想住在一位 柯大人会改变她娘 还有什么原因让这个欧洲罪儿小国 吸引那么多的富豪呢 原来所有国民完全不用交锁的税 各国富豪们因此都起铺头想入籍 同时也出现一个奇特现象 就是土生土长摩纳哥人 占总人口不到20% 但除了免税外 治安良好也是一大诱因 站在街头处处可看到执勤的远景 没有军队的摩纳哥拥有550名警察 平均每平方公里275人 密度是台北市的7.5倍 堪称全世界第一 加上无所不在的监视摄影机 处处进行监控 会让人以为到了警察国家 没有发生过重大刑案 监狱里没有关押重刑犯 人民生活富裕 让摩纳哥宛如理想国 这都要归功于一个人 和来宾热烈地握手寒暄 亲切的态度让摩纳哥元首亚伯特亲王 看起来像是乡村俱乐部主人 不像其他君主国家 国王只是虚伪元首 势必公亲的亚伯特亲王 从国际事务到交通法规 什么都要管 办公桌上总是堆满 等待审批的公文 国家小土地面积有限 为容纳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 摩纳哥积极进行填海造路工程 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 就是这样来的 最新的计划是要在五年内 打造五公顷的土地 秀真行国家却拥有傲人的财富 让亚伯特远近殉民 但他的母亲比他更有名 就是好莱坞巨星 奥斯卡影后格利斯凯利 1956年嫁给亚伯特父亲 雷尼尔亲王 被称为世纪婚礼 也让摩纳哥世界知名 许多明星从此成为亲王 座上宾 我记得有不同的节奏 在冬天的节奏 我们会有 川普斯纳特 克克德格拉斯 真的吗 没有自然资源的摩纳哥 国家收入全要靠旅游观光 因此早在1865年 就建立欧洲最大的 奥地卡罗赌场 赚进大把钞票 更多次作为好莱坞电影场景 增加曝光度趁机宣传 名字是Bond James Bond 另外举办各项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F1 一级方程式大赛车 震儿玉龙的引擎声 20辆拥有900匹马力的赛车 在狭窄游湾区的街道上 奋力向前冲刺 让人看了血脉喷张 每年吸引超过5万国际赛车迷 前来朝胜 为摩纳哥赚进不少外汇 不过对当地居民来说 赛车期间要全面封街 又有极大噪音 根本是折磨 白天晚上两样风情 就是这般变化多端 让许多人流连忘返 来到摩纳哥要担心的 就是能不能尽情享乐 所有的烦恼与忧愁 就请战先抛住脑后吧 请不吝点赞 许多人